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。 任劍辉的晚年,任劍辉退出粤剧界后,一直健康不佳,1989年11月29日,凌晨3点50分,任劍辉因肺癌恶化,在香港跑马地狱所,日劳病逝,享年77岁。 及后,白雪先成立任白慈善基金,于1990年,还映两人的告别作,李侯主,任劍辉的四十年搬身,任劍辉的搬身,总在四十年以上了,终日战事发生时,他已是正良正处的一位文武生。 那时,他是在广州十八谱,真光百货公司的天台剧场演出。和他拍档的是小瑶仙,后来又和徐人心拍档。 小瑶仙在抗战时期,改名陆小仙,光复后,改名蓝恩拍电影。 而徐人心,和任劍辉的感情最为融洽,他们当时是出相入对的,正如今日和白雪先一样。 徐人心很美丽,有一位在香港颇享有成余的音乐家,由于对他失恋,因而此后不结婚,五十多岁,还试过黄老五。 当时,另有两间百货公司的天台,都辟作游乐场。 真光公司就只有一台粤剧,由今天仍在港中的开戏的师爷,潘山的专庸,潘步云主理。 潘步云曾为地方法院院长,广州第一个女律师是他的女儿。 他喜欢乐曲,因此,便经营了真光天台的乐剧场。 不小成名的女幽灵,都是出自他的旗下,任劍辉乃是其中之一位。 在大申公司天台为主碎的,是陈皮梅。 陈皮梅是涉角仙的女弟子,有女涉角仙之称。 在先师公司天台为主碎的,是黄磊合。 黄磊合的唱造,都模仿马斯增,因此又有女马斯增之称。 而任劍辉的师傅便是他。 光伏后,任劍辉在香港凌影佳雄。 黄磊合却老了,任劍辉于是便养了他。 1959年黄磊合病逝香港,其身后是,也是任劍辉替他扮理的。 这个徒弟,真的难能可贵,原来,任劍辉,是母是师,都能尽效。 是一个一等一的一个好人,却是,他有缘送师傅中, 却无缘送他的母亲中,为的是他母亲死时, 他正在提案演出。 任劍辉享誉数十年,这不能不算是奇迹。 他是以女性演文武生的戏,照例是不会受乐的。 南花旦的舞台艺术,何尝不好? 却是,南花旦已经及时代淘汰了。 在女班时代青红的文武生,照例, 也应该随着南花旦而淘汰。 男扮女装不为时尚,女扮男装又怎可以为时尚呢? 各位关于任者,任劍辉的生平, 同他唱过的曲目,拍过的电影和故事, 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,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m频道, 以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同时,请记得按下订阅旁边个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。 感谢观看